手遊酷玩 割繩子魔法 白雪山丘 第14到21關 這關的話 先把上面滑麥 要把這個主角跳來 然後使用這個 這層恐龍震動啊 把這個球震到上面來 變成魚 再回來 割斷最左邊的繩子 到那個一瞬間 割在右邊 但是不要想吃到 把這個下了之後變成恐龍 繃起來就可以了 先把游小腸這個位置划一個口 然後變成魚 再變回來 頂住上面這個石塊 左邊的滑開 上面的滑開 變成恐龍 震動 在右邊滑一個口 自動上去 吃到 變成魚 停住滑動 這個位置再跑到 中間星星的位置就 再變回來了 這樣的話可以吃到兩顆星星 不然的話只能吃到一邊 使用恐龍震動 就等這個機關把這個球推上來 變成小鳥 把這個 把這個木等框 吹過去 變回來 再次數吹過來 然後 再變成小鳥 再吹過去 再變回來 左右 左右來回吹 調整位置 切個上面 成功吃到 這個是自走的糖果 變成小鳥 頂上去 在它 在它 上到這個台上 然後再變回來 它會自己走入口中的 這一關先切個上面 再切個自走糖果 觸控機關 下來之後 只要變成鳥 把這個機關擋住 下來 吃到糖果 這關的話先變成鳥 然後在底下滑一個口 跳下來 變成這個 一震動 它的話這個就可以吃到 然後調整位置 當這個糖果落入中間的時候 切個繩索 落入氣泡 趁著氣泡上去 再切個左邊的繩索 突出氣泡 成功吃到